公储将军回忆录 第四边 广西苏区 第三章 革命路线和政策 1929年2月22日正式摆设苏维埃政府及红旗军成立之一日 广西行动委员会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 参加者有陈豪仁 张云义 于慧 许苏浑 袁人远 雷经天 维拔群 离谱 礼战和公储 讨论主题是又将革命工作总路线及政策 这次会议是在百色县苏维埃政府前清香都办公署办公厅举行 下午二时开会由行动委员会书记陈豪仁报告当前左右江苏区状况 特别说明以下个点 一 中共中央最近关于广西工作指示 基本会于2月6日会议 仅是在原则上要建立苏维埃政府 建立红军 创造广西左右江新苏区 关于工作路线及政策则没有明确指示和决定 二 我们又将过去在国共合作时期 只有东南 凤山两县在维拔群同志领导下 曾组织农会 即建立党的组织 此外各县尚无工作基础 三 又将的民众有 苗 摇 洞 壮 汉五种民族聚居 而以少数民族壮族为多 他们的特性已保守 强悍建称 四 又将地烧山多 文化落后 生活贫苦 唯又将流域沿岸地区 粮食生产较多 比较富裕 西林县因过去层出名人 如岑春宣父子等 文化较高 亦较富庶 但远处颠前贵边 我们目前是边长莫及 现实无法顾及 唯有呆以将来 五 我们现在是要根据 又将的一般社会 经济 民风等状况 决定我们的工作路线和政策 最后 他要求与会的同志 根据过去的革命工作经验 提出意见 以供大家讨论 陈豪仁致辞后 出席这次会议的同志 嫌疑我曾参加过毛泽东所领导的乡干边区 曾以井岗山为军事根据地的罗霄山脉中断政权从事革命斗争 乃要我发表意见 我首先说 井岗山是一个大山区 地跨乡 干粮省 但在大革命时期 国共合作时期 附近各县均有党籍工农会组织 群众条件 地形条件均好 毛泽东同志经过了半年以上的工作 由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 建立工会 农会 才由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 乡区县苏维埃政府 现在又将的情形 除了东南 凤山外 既无党的组织 又无众群组织 过去三个月来的工农会 只靠几个知识青年支撑着 工人 农民 并没有真正的发动起来 流于形式主义 在军事力量来说 我们红旗军的力量 仍不足以巩固这一广大地区 而现在的国内形势 蒋桂战争又起 我们不特要巩固这一地区 而且要利用这机会 将我们这一苏区扩大到贵州 云南两者 皮帘地区 开辟颠 云南 潜 贵州 贵广西 三省边区割据地 进而夺取三省政权 所以红军的扩展 是目前革命斗争的主要任务 毛泽东同志 曾说过没有军事的胜利 就没有政治胜利的可能 我们现在既有广大地区可以发展 又有广大群众可以发动 经济条件又好 扩大红军绝无困难 但在右江的革命工作环境 要特别注意的是刚才陈豪仁同志在报告中所指出的右江的民众有保守和强悍的特点 必须善为诱导 并要切实从基层组织做起 为此 我主张应以温和的革命建设和积极的建党建军为右江革命工作的总路线 请各同志研究 我的意见发表后 获得大家一致通过 陈豪仁随即宣布关于政策问题 请我负责起草 三天内具体的提交下次会议讨论 大家也一致通过了 于是便宣布散会 已是下午五十三十分可 关于右江革命政策 于2月15日经行动委员会会议通过了我所草拟的议案如下 一 工人政策 右江地区没有稍聚规模的工厂 更没有如党所指的无产阶级 只有手工业 内核船员 理发师 店员 等 劳资纠纷极少 因此 我们的政策应提出 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握高工资 参加政权等口号 以发动工人 组织工会 二 农民政策 因土地分散 没有大地主 以自耕农 贫农为最多 我们的政策是 改造地主 争取富农 特别是注意要争取 以勤俭起家的富农 团结中农 以贫固农为基础 三 土地政策 没收地主土地 以抽多补少 抽肥补兽的办法 按农民人口分田 比能保持生产现状 进而提高生产 对于豪身地主 若自愿耕作者 应按其人口分给土地 给予机会 使能改变为劳动农民 四 农村阶级斗争政策 应本已有余补不足之意 没收豪身地主之财务家具 除留给必须的衣物 用具 农具 住宅外 其余没收 分给贫苦人民 不准任意逮捕 善良士身 及勤俭致富的地主 至于最大恶极之豪身地主 由地方人民 拘捕虚交县政府审判处决 若判处死刑者 应交回原乡执行 以平民分 五 经济政策 假 现金 仍照现行银扬为流通货币 以 整理现在税收 一 保存云南 贵州两省出口的鸦片过净税 二 征收工商业易利税 并以累进税制施行 三 土地税 改收食物 按年产总额征收15% 四 物业说 按年租额50%征收 并通令不得家租 五 入口货物税 按价值5%征收 但民生必需品 如布匹 盐 油 火油等不征税 六 出口货物税 只收过净税 按值10%征收 本地出口货不征收 七 维护现有自由经营的工商业 八 维护颠 前两省与百色陆路交通 并维护有百色至南宁白区的水路交通 九 推动全右江各县的合作社运动 目前以消费合作社为主 以减少中间剥削 改善民生 十 取消赌捐 言行禁赌 即取消一切科捐杂税 六 宗教政策 本地区有佛教 道教 天主教 基督教等 应采取信仰自由之原则 不干涉其教徒之正常活动 但要破除迷信 除加强宣传教育 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外 并应对迷信消费品刻以重税 以减少事项消费品之消耗 七 军事建设 甲 加强民众武装组织 广西之民团素有实力 我们应以工农自卫军名义编组 初期应以村为小队 相为中队 区为大队 县编为团 完成这一计划后 再行扩充 以洪七军县已有三个师 应在扩边洪九军 并将之逐渐扩大 八 扩大苏区 第一步 应巩固果德以北之县有控制区 第二步 应控制隆安 镇都 靖西 仰丽四县 与左将苏区连成一片 随后赤化田西 西龙 西林各县及向前 滇 贵边区发展 创造前 颠 贵边区 割据的 又将苏维埃运动 就是根据这一政策 计划而施行 它的突出支点是 没有残酷的屠杀斗争 与白区保持物质交流 是 白区商民可以自由来助 顺利地由旧社会 转变为工农执行的新社会 但可惜的是 又将革命运动 正在蓬勃发展之际 因红旗军主力奉调 离开广西 而失败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